随著國內人口高齡化 罹患失智症的人數逐漸增加 為了鼓勵失智症患者走出戶外 國立成功大學老年所所長白明祺 於本月三日推出LihaPets社交處方簽 患者只要執政就可以免費遊覽 台南市立美術館 國立台灣文學博物館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清美博物館與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 五所博物館 除了希望患者可以認識更多的歷史 藝術文物外 也可以多與人群交流互動 然而 因根據內政部民國108年的資料顯示 將近一半的失智者都有走失的經驗 而他們大多是輕度到中度的失智症患者 因此 部分得以領取LihaPets患者的家屬 擔心患者反而應有更多機會接觸他人 而提高遭遇詐騙的風險 不同的失智的階段 他可能會呈現的時候他也很不一樣 譬如說初期的話 他可能只是在家附近迷航而已 或者是很容易 就是他的邏輯判斷是有問題的 很容易被騙啊 不是很多 以前是會什麼被金光島騙錢啊 除此之外 部分民眾擔心 失智者若在藝術場館內症狀發作 會因突然失去方向及產生幻覺 還要有比較長期的一個培訓 未改善此狀況 台南市政府社會局與各處設立社區互助據點 提供認知處境課程外 也讓家屬諮詢疾病相關問題 幫助大眾在遇到患者的突發狀況時 能快速有效地處理 游學界與藝術場館合作創立的社交處方間 是台灣有藝術介入失智症治療的首例 然而 家屬及民眾對這項方案的疑慮 仍未完全消除 社會局建議如果相關單位推出活動 鼓勵失智者出門時 能服役較完善的配套 像是開啟患者GPS定位 或攜帶具個人資訊的首鏈等 都能有效預防失智者走失 此外 也期望大眾能更了解失智症 並對患者伸出援手 打造友善的環境 幫助失智者及家屬面對患病的處境 記者林子絮 吳紀柔黑立安綜合採訪報導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記者 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